天哪 究竟发生了什么 哪怕比赛场上比分落后的时刻 依然巅峰再现了它 半点都不虚 在比赛白热化时段 却出现了让戴紫影故事件 戴紫影茫然似乎 急得眼泪都要快掉下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件 可一旦处理完这意外事故之后 它又炸裂爆发 力挽毛蓝 把比赛拖入生死开怀的惊险时刻 正享受着 女圣主职业生涯火爆期的20岁 看来那 然后她失败了接下来 坎豆 这样神仙球回合 这样充满奇幻故事情景 好 正好图案 在2015日 与球公开赛 也是球团两大超级新星的经验 但此 此时的世界排名也来到了一赛 而奥远希望表现也同样不足 年初 她就已赢下 大马赛和三亚挑战赛两战冠军 6月 苏碑上 就一败过正局巅峰的城市圈 6月 更入了美国球赛冠军 而来到主场作战的日本羽球公开赛 特别是面对刚拿到世界冠军头衔的英达奴 她竟在决胜区打出恐怖的21比3 这巨大学术比分 当她在面对同样被誉为技术流天花板 在此以后 有更多比赛自信 果然后发智人的奥远 凭借更稳定的发挥 在开局进行 迅速建立起比分的优势 9比4的5分领先 让她更专注自己的防守担心 享用拖字决 各种拉脚 逼迫带自尹 更会给出更多的15优分 特别是间歇过后 她越打越自信 居然跟戴自尹PK往前的戏名 可被戴自尹这恐怖的极限落点 一拍致命后 特别是这样王宫暴影般的进攻防场 她似乎已意识到 戴自尹已慢慢计入比赛状态 自己也更加谨慎小心 去守住这笔的优势 太苏仁仅定会使用 太苏仁仅定会使用 禁止 太苏仁仅定会使用 戴自尹 反而是戴斯尹这波追击 还是抬起了 反而自己再次过去翔万卢 延续的主动事物纠纷 让他反而错失了追赶的机会 奥远希望稳扎稳打 攻出这波5比1 收割开门红胜利 戴上来 交易 他快点 四局一开始 已彻底进入比赛节奏的小代 加快的进攻节奏 一步下压 共冒抢攻 抢占敏分领先高阴 好,好,真好 我必要在打灰的地方 我必須要打開我的力量 我必須要打開我的力量 在打球 比赛节奏就开始被他打击在手里了 其实对比赛双方的俩人来说并不陌生 早在高中时代青年时期的比赛场就早已认识了 2011年时就一起偷先搭背刊登于日本杂志上 所以相互之间也算是知根知底 在第二局间歇过后代青环以颜色一波9比3就同样抢回八局点优势 甚至素余的席子 厉害的 两个能力 十二个能力 需要比赛场的热制 1个能力 然后在落后一局的情况下 把对手逼入决胜局 重症点 二维静 选择 四维静 然后这马一局 最终,比赛进入大家预期中的决胜局,比分上来就各种交替,6比6,7比7,8比8 当雨潭赫赫有名的进攻万花筒,遇到了最具韧性的盾,这比赛就变得好看无比 而且,那时候的奥运希望,你也千万别小看,他拿仅有1.5大矮个子,往前的拼墙也同样凶和无比 比分11比10,双方仅在一分差距,进入最后的阶级休息 上次刀时刻来了,可让人大抵眼镜的事情就是,戴姿尹居然上来就连续失误丢分 忽然,有点不在状态 奥远,也趁机拿出了4分领先优势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小带无奈的小伍中,你瞧瞧此刻 他大可爱有趣,蒙呆呆的表情,居然被球场这不速之客,吓坏了 游离的眼神,不断肆骨周围环境,最后,他还是向裁判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原来,他发现了比赛场上,突然来了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 他实在很难保持比赛的关系,最后,一来挑戴冲准备的 然后,小带就重新进入自己的炸点模式,可分岔一下子后缩小了 一圈! 三圈! 一圈! 它是更广色! 一圈! 奥远希望用任性无比的地板流防守告诉自己的老对手 他对于这个冠军的渴望 他对于这个冠军的渴望 但小代也同样有自己的傲气 哪怕比分来到了18比15 他也能继续踩钢丝 展示自己经验世界的华丽球技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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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失败了 看来 不错 没关系 凶粉追击继续 18比19 这就是了 well-constructed point from Tai Suying 就是超级大协限 这次出界了 继续控制 继续加力 是7比20 这比赛真是让人心惊啊 哎呀呀 它是廣门 而且我們會有全日本的贏